聽得出來我的聲音 還很低沉嘛 早上都還沒開上耶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還在走 大家早安 你們看這支片的時候應該是晚安 現在是早上的7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其實很常會被烏認為是嘉義人 就是因為我太常來嘉義了 然後很常發一些嘉義的美食 但是呢 有一個類別的美食 我幾乎都沒有碰過 那就是嘉義的早場的美食 因為本人就是只要一到嘉義 我通常就是會睡超過12點 所以那種通常就是只有開到下午1、2點的店 我幾乎都沒有吃過 我跟我一些嘉義的老套 就是愛吃的朋友 收集了一些店 然後我自己也存了一些店 我之前一直都非常想吃 今天就是要強迫自己 早起通通去給它吃起來 聽得出來我的聲音 它很低沉嘛 早上都還沒開上耶 結果我現在笑起來 我現在還是個彌勒佛耶 好 我現在前往第一間 第一間要去吃的就是阿文魚粥 我跟大家說我碰壁它很多次 今天呢第一間就要決定來去吃它 來帶大家導覽一下早上的 一大早的嘉義食 這裡是民族路 相當的 空旺 但它其實平常也很空旺 講什麼 好 今天這條是城仁街對不對 城仁街 我以前曾經住過這一條 哇 這一條現在開好多咖啡廳喔 這邊桌上點的是之前 因為我一個嘉義在地的朋友推薦的 然後 所有的點的我都有點到了 它我覺得它蠻特別 像它桌旁邊還會放這種 小碗是要給你吐魚刺的 它這個 我其實一開始以為是分食的 結果 然後我說 欸這是魚刺 那請我們吃 這個是魚菜 謝謝 不會不會不會 孩子在內 耶 我點了炒魚粥 我剛本來其實是想說 欸我來點個魚湯 結果我室友就說 人家叫阿文魚粥 你給人家點一個湯 先來喝第一碗 它這個很香喔 很香 好 30萬上升 喝起來很鮮 而且它那個濃郁的味道很重 所以你早上喝的時候很剛好 我突然有點洗腦的感覺 因為畢竟這是我今天的第一家 它炒魚的那個醬汁是比較扎實的那種口感 但不會乾 然後它吃起來沒有那種炒味 因為你知道有一些 五菇魚之後都會有一股味道 它這個不會 就鮮味很夠 嗯 我喜歡啊 我覺得早上吃這個很舒服 我來吃一看魚腸 我覺得魚腸蠻看人吃的耶 但我個人蠻喜歡的 吃一個 魚腸 嗯 這很適合配酒耶 一大早 真的是 欸它鹹度剛好耶 所以我剛剛在想說這很適合配啤酒 但它沒有 它是那種堅果之後 它加一點點那個胡椒鹽提香而已 所以而且它吃起來沒有那個腥味 因為通常鮪魚腸其實很容易會有車味 但它不會嗎 我朋友推薦我來的時候跟我說一定要點它的炒魚肝 我剛剛這個炒魚肝是老闆在外面現殺的 這個很好吃耶 我本來是想說我今天一大早第一餐是點那種魚腸啊 魚肝 應該會想要來點啤酒 有沒有 它的調味其實沒有到很重 然後我看很多人說來 我們要吃一下它的那種煎的那種魚肉 我果然就是喜歡那種肥滋滋的 吃起來嫩嫩的那種魚肉 因為它外層咬起來是有那種 就是煎過那種烤烤烤的 然後裡面是非常細緻的那種魚肉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很剛好耶 你看 我覺得煎魚要點 它煎的那個魚怎麼跟我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一直煎的魚有點面目全非 它這個就脆得剛好 我吃一下這個顆再看 很大顆耶 這味道比較家常的那種味道 它是那個鵝辣嫩 我以為這樣有煎平平的撈在一起的 但它是有點那種包起來的感覺 所以我用一點點那個蔥跟蛋去平那個 蚵仔的那個鮮 我覺得有點神奇 因為它隱身在巷子裡面 然後我之前有住過成人街但我從來沒有來過 我想說怎麼會 這是老闆娘給我的鵝蛋 它有點像那種零食那種感覺 它就是只有簡單用胡椒像是皮味 然後吃起來很香香的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那個顆粒感會很明顯 可是那魚軟是應該會沒什麼 但其實還很好 也不會乾 欸為什麼拍宵夜場 好像好吃的當宵夜的食物 我現在講 我現在 吃完了這間 一大腦吃這個有種暖味 而且跟精神那個提起來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魚粽 因為我覺得它鮮味吃起來非常剛好 然後裡面的那個魚 完全沒有腥味我覺得還滿神奇的 而且其實連內罩內我都覺得沒有腥味 然後我會推薦大家來的話 一定要點一個炒魚乾 因為我覺得它炒魚乾的口感很好 然後又沒有那種內臟的臭味 重點是它的鹹度也都不會到太高 所以我覺得我點的這間我都滿推薦 因為其實炒魚粥 然後魚腸 炒魚乾 鮮魚的話其實我滿推你們點的 因為我就想說是不是因為是專門的關係 所以它的那個 鮮的程度很剛好 就是它外面正常有這個口感 然後裡面的魚是很嫩的 下一間 來 等等 我挖一個這個 誰 這個 踩在後面 欸 後面嗎 嗯 70塊 好 欸這 頭髮動了 頭...沒看的 我之前住在附近 然後那個學生時期看到這件甘馬條 一直很想賣 但你也知道學生時期齁 你花10塊就是10塊耶 你那個10塊 這那時候很大 究竟是什麼呢 喔 是一隻 劍龍 你很劍耶 沒有開耶 今天應該是要營業了 今天沒開嗎 啊 它今天人不舒服啦 喔 嘿嘿嘿 才休息 好 謝謝 謝謝 啊 可惜 確定可不可以順順利利的我們的羊肉 羊肉在哪裡 不好意思 叫我賣羊肉的貨物在哪裡 喔 頭髮的 謝謝你 左轉… 好 左轉喔 好 不然這很 就是要問一下市場 啊 走到了 老闆 老闆我要一個 當歸牛扎 好 老闆我要一個 當歸牛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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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冰 欸我是奧客 這一間都是菜家本廠羊肉 然後這一間呢 70年來的老歷史 終於是我的筷子出現了 對我的環保筷在我的口袋裡面 我點的是它的牛雜糖 啊羊雜糖 我幹嘛一直講 我點的是它的羊雜糖 然後我覺得它滿特別的 是它是當歸當基底的 老闆 人家說你們是溫體的羊肉是不是 我們自己殺的 自己殺的有 對 我老爸殺羊殺60年 殺60年了喔 對 所以你算是第二代 第三代了 第三代了喔 我們公開幾乎 哇 它當歸位啊 非常剛好 不是重到一個不行 但是它的厚度是有的 然後因為我剛剛在想說 我一大早喝這個感覺會很heavy 但我覺得還好耶 而且它這邊全部都是羊雜 所以你知道羊的內臟 可是它喝起來沒有那種內臟的徹味 我今天是內臟幸運王耶 我上人家在阿文魚座 我也點了一堆內臟 然後沒有徹味 這件也沒有耶 這小時候好肥又這個 它內臟肥 早上喝這個超清爽的 雖然是我今天拍的時候 天氣已經應該還在轉熱了 但我覺得冬天吃的超酷 而且老闆人很好 超級奧陪 老闆女生氣 而且我覺得它的羊肉沒有什麼羊燒味 然後也沒有車感 重點是內臟不是很容易很沉嗎 吃起來不會 口感蠻好的 老闆很好吃耶 對 很多客人都沒吃過不敢吃 吃過之後說很好吃 嗯啊很好吃耶 今天台北來的有兩個了 喔那我是第三個喔 你也台北哪有 嗯 老闆 東市場還有沒有推薦你 米糕啊 米糕 沒有啦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我沒怎麼那麼多人就是 我們不需要很多人 不行喔 做不去 真的嗎 這樣厲害啊 這台我跟我們肉在做 你跟你們肉咧 我們肉在這裡 爸爸抱歉 爸爸抱歉 要按讚 你要給我訂閱啊 你要訂閱要吃了 我吃啊 我吃啊 那你小鈴鐺要開起來 好吃 好吃 這一間大家可以來喝 因為我覺得 他的那個羊肉 完全沒有那種騷味 然後 他的那個裡面的那個 牛殺的內臟的那個部位 其實非常的多 然後整碗滿滿的 喝起來的味道也非常剛好 我本來在想說會很陪味 但是他完全不會 所以早上吃完 就整個開啟完美的一天 陶貝你家可以加湯嗎 對啊 喝三瓦也是 所以你可以放多少 對啊你可以放多少 就給你多少 喔那我可以放等一下 呵呵呵 謝謝你 謝謝很好喝 有空再來 這我只要多一塊喔 沒關係 我很像蓋棒 筷子乾淨的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謝謝板球的 板球的觀眾 你有訂閱我嗎 有有有 也要訂閱齁 我手是有按下去的喔 有有有 好我們蓋棒蓋了一個 烏肉圈 這個我其實有做功課 有做到這一間 我這一次本來其實沒有假設要拍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看他排隊要排很久 它裡面有放壁脊 然後它的那種肉捲的肉的香味非常的剛好 它有點偏油 但是我滿喜歡的 不是耶 那我喜好上的食物耶 接下來呢這一間是 這一間呢是阿關肉卷 我旁邊還有一間那個阿富羅女士還滿多的 現在已經快12點 但它人還是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啊 它也是很巨的一個肉捲 它這個外面的炸彼啊 是那種比較古早味的那種炸彼 就那種鹽酥雞一顆一顆呢 いただきます 因為剛剛不是有觀眾這邊分了我一小塊嗎 它那個阿富羅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油脂感比較重一點點 但我覺得一樣很好吃 它芹菜的香氣滿重的耶 就是如果你是肥肉幸福你在吃這間 然後如果你是其他食物沒有那麼油 的話可以吃另外一間 老闆妳買多久了 吃點鹽 吃點鹽 吃點鹽嗎 吃點鹽 吃點鹽 嗯 好 謝謝啊 謝謝 我覺得這間就兩間吃起來都沒有 味道上其實差不多 但口感上跟那個油脂感的話 兩間還是有點落差 不過看你個人喜歡哪一種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掰掰 掰掰 這間是丸仔肉 然後我點它的雞片飯 紅糟肉跟它的丸仔肉 這間其實我之前有來吃過 然後我一吃就 喔天啊 也太好吃了吧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納入我要排車了 然後有點雞片飯給大家看一下吧 他這個應該還是有加一點醬的 但感覺是雞油的那個雞皮比較多一點 這個皮跟這個肉 他的雞肉非常軟嫩跟香之外啊 他就是一點點雞油提香 然後他的油蔥酥非常的香 他的油蔥酥是有香還帶有一點脆度 他不是滑滑的那種 紅椒肉 我跟大家說我會吃妙的原因是因為 我之前也有來吃過一次 然後我常常是覺得它紅椒肉有點小鮮 但我今天吃不會了 因為紅椒那種醃漬的味道香氣很剛好 然後鹹度也不會過高 然後他那個肥肉的地方 就是來QQ軟軟的然後我會剁菜 大家如果來加一點很多次啊 然後每次來都是吃火雞肉飯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看這間的雞肉飯 很香 但他的飯有點有點軟 很載容 顧名思義 就是圓納感覺應該很厲害 這個圓納 裡面的料其實滿多耶 然後吃起來是那種鮮味 然後他的口感就是紮實那種 有點軟的那種 他的丸啊很瘦壞 因為剛剛我們在排的時候就有一個 有一個姊姊 我們要講姊姊是不是這樣 因為姊姊他就直接包了一斤 就是他的丸子很瘦壞 只是剛好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重 但是我覺得大家來可以試試看 吃完了 大家來一定要試一下他的那個雞片飯 他的油蔥酥跟他的雞油 等一下我還能晃到桌子 那比較後製就說 這次上次不要擺桌上 不然我這樣一動他就會一直晃 退退大家可以來吃這間 跟大家說 一上車立刻就把帽子給脫下來 我整個汗流夾背 車上冷氣在這裡崩潰 通常我到嘉義的時候 活動都是下午兩點才開始 哇 現在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還想看早上第二集的話 現在還沒拍完就說 大家如果想看第二集的話可以再跟我說 但我今天吃到滿多我也喜歡的 我們這一次嘉義的早上美食 終於結束了 為什麼要戴墨鏡呢 原因沒有其他 就是我本人現在非常的水腫 雖然說拍完早上美食 現在這個時間應該已經消水腫了 但沒有 我還是腫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特務追 完美特務 這次早上美食呢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阿文魚粥 然後跟本廠羊肉 這兩間是我個人這一次很喜歡的 阿文魚粥的話我個人推薦大家 就是一定要一大早去吃 因為他們有一些食物其實 滿早就賣完了 所以推薦大家一定要早一點去 然後另外一間本廠羊肉 其實我周邊有一個也是嘉義人 他個人對本廠羊肉 他覺得他的藥膳味比較淡一點點 但我個人呢 是覺得還OK可以接受 我覺得夏天吃滿適合的 所以呢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吃吃看 而且其實東市場有滿多美食的 另外一間蛋阿米哥 我們之前吃偷偷也有出現過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吃吃看 因為他們有那個腦髓湯 如果大家有什麼推薦的早餐美食 那有在這支影片裡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一定會很認真的起床去吃的 但是我只能說拍早餐美食真的是要睡飽 或是感覺不要睡 因為真的是累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再來搓一下我們剛剛買的 喔這個耶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